出道三十几年 拿掉我所谓的年纪跟头衔 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所以每一次上台我都会要求自己 非常要求自己 我如果太散漫 或者是我太把前辈端出来的那个态度 那我就失败了 我还是要很认真做自己 哪怕我不管是不是体力透不透支 我还是要把它做完 在他这个年纪我说一句话他真的已经很努力 对49岁了 然后可以陪我们从头练到尾 真的很棒 第一天我记得是八个小时 昨天应该也是五六个小时 今天又是一下午 其实他真的用他的方式已经很努力地在这条道路上 继续追他属于他的忙 这段日子每天拼命地练 一直疯狂地跳 其实累 多时还是有回报我的是别人看得到 我一定要比别人更抓时间出来练 天生我喜观 傲慢作本星 梦里面合作本星 哪管你万世会星 谁是索性我人星 以天生光明平明 天生我喜观 用作为真正 我觉得压力很大真的很大 我对自己的創作 我是那么有信心的 所以对我来说等于是更得要再逼近自己 只要我成功 我就可以保一个人 我对自己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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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真的不够用 时间超级不够用 就是能力的 花了七八个小时以后了 然后都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一遍再一遍 一遍再一遍 怎么说 我已经怎么说 我们弄到早上快七点钟 马上三四点钟又赶回来无锡 就是只有认真努力去做 在座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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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就觉得他是那种很有责任感的一个 鬼哥 然后包括他也是一个很多愁善感啊 很敏感的一个大哥哥 给我一个舞台 你就会看到不同的车子棚 我就是舞台上的那个王者